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三在美丽的矽谷 一条原本车水马龙的马路旁边 录制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川普总统今天持续的 有新闻紧急招待会 在财政上 在税务上 个别有行动 有举措 但是还是止息不了市场的不安 这不安 让今天的股市曾经重跌2000点以上 所以最后收盘 跌了1300多点 到收在19800点 也是继在12月24号 2018年以来 S&P500的最低点 希望2350 这S&P500的最低点止损 希望你跟我都有平安 愿意上帝给川普总统行政团队 有聪明有智慧 平息市场的不安 平息市场的不安 因而祝福全球的经济 逐步我要总结一下 过去我们川普总统的行政团队 到底在财务上跟税务上 两大 Fill做了哪些举措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 在财务上面 Monetory Policy 经由Fed 紧急的降息 1.5% 近七码 平息市场的不安吗 灌注了7000亿的美元 到房市 到整个的股市 事实上 解决了蓝莓之急 短期上 好像仍然没办法止息 整个市场的不安 但是这持续的QE 是过去11年以来 主要的定调 跟主要的趋势 不仅美国如此 欧洲 日本 都是走向降息 甚至是负利息 起码 可以帮助 美国的银行系统 跟中小企业 能够减轻 我们在利息上面的负担 也帮助你的房贷 帮助你的车贷 甚至帮助我们小孩子的学贷 第二个举措 在税务上 紧急的在这两天 跟国会有一些商讨 希望在税务上 有一兆到1.2兆的 税务上的优惠 起码 而后的两个礼拜 你跟我 都会收到1000块美金的支票 或者2000块钱美金的支票 照今天财长 Niu Chin 所报告的 如果在税务上 没有任何的举措的话 这个国家 失业率 可能是从Depression以来 最高的位置 到20% 所以在税务上的减免 甚至延迟90天报税 我们加州是60天 都能够帮助我们在现金上的周转 帮助我们的家庭 帮助中小企业 也帮助我们现在的社区 空荡荡的 没有人去消费 所以在财政跟税务上面 都能够灌注现金 到我们的经济系统上面 活络我们的股市 活络我们的房市 活络我们的社区 够吗 主播认为 还缺一个factor 还是不够 那就是信心 因为2008年 是在信心跌倒 就从信心的信贷危机站起来 如果没有你跟我的信心 我们没办法 手上再多的cash 我们都难以去消费 所以希望上帝 赐我们总统 有信心 有智慧 也赐你跟我有信心 有智慧 在这一段最艰难的时间 能够度过疫情 度过任何的灾害 因为智慧人的话语 哈巴古书 第二章第四节 那一人必因信得生 希望借着信心 我们可以度过我们的生活 好 而且陈少豪周三 在美丽的戏谷 原本是车水马龙 在马路旁边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